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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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项报告分别反映企业国有资产不含金融企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2001年12月加入BTO成功地铺平了道路 何清连指出 在推行私有化的前后十来年当中 中共当局极少追究红色精英们侵吞企业国有资产的行为 不仅如此 从1998年到2003年 这段私有化高潮时期 中共政府关闭了国有资产管理局 制造了长达六年的国有资产监管LDQUO 空窗CRDQUO 为权贵 国企经理厂长 及官员们 侵吞国企资产提供了方便 江泽民把国有企业抢归党 有私有在2015年中共政协会上 审计署赋审计长 政协委员 董大胜披露 大陆被中央只管的118家国有大企业 协企业资产总值35莫益 以脱离国家审计 董大胜还说 自从118家国有大企业被国资委接管更名央企后 国家审计署在无权对其进行必要的监督审计 审计署能做的 是根据中央指令性要求 对118家央企中被指定的几个别企业 做无关痛痒的LDQUO 领导干部经济则人审计LDQUO 其中 有94家至今从未进行过国家审计 董大胜说 将当正时期国家领导人曾公开 知识国家审计署归党中央只管的国有大企业 不需要审计 致审计由各家自己花钱雇佣 委托会计事物 所作审计报告 就可以了 董大胜强调 中共垄断118家国 有大企业至今 由于不接受国家监督 造成35墨益国有资产失控 且大多数企业只亏损不盈利 尤其境外国企 资产总量4.3墨益 资产总额占 比12.5% 完全不受国家控制 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 作出关于建立社会主义是 常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1994年 中共总书记 国家主席江泽民 就亲自示范式常经济 在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张胆抢了上连头 之后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国家副主席曾庆红 就用37亿不法所得 吞了1100亿的鲁能 之后 中共大小党魁 蒋家帮各大家族 131墨高官 开启了打住搞市场经济的幌子 红抢瓜分国有集体企业 并利用抢劫到手的公有制 资源经营家族企业的序幕 延续至今不受监管审计的国企 经营效益日趋下滑 天则所所长红盛 以2001M-2008年间被央企的国有大企业的经营成本对比利润值 2001M-2008年间 国企账面显示的累计利润 4.92墨亿 但八年间 央企少缴付利润 共计2.85墨亿 欠付地租3.09墨亿 欠付资源租金5 000多亿 合计国企八年间应付 而未付给国家人民的经营成本6.48墨亿 2007年中航有5.5亿美元巨亏案 2014年中迭藤建沙特轻轨净亏41.48亿美元事件 都是被国际社会引爆 中共实在掩饰不住了才被迫公开的 美国媒体人 阿波罗网 特约 评论员LDQUO 在水义方RDQUO 指出 这段时间是邓小平去世之后 江泽民最风光得意的时期 在江泽民OTCO 闷声发大财RDQUO LDQUO 资本加入党RDQUO 的战略决策下 中共关闭了国有资产管理局 为红色权贵 侵吞 资产开绿灯 这涉及到党国经济命脉的头等大事 只能是江泽民的命令 RDQUO 栽水义方RDQUO 表示 习近平如今推出新制度 国务院每年向人大报告国有资产 按学者何清廉的话说 就是江泽民改变了的中国 习近平正在改回去 但是我认为 前景并不乐观 这些国有资产 被江泽民家族带头侵吞 已经是富水难收 何清廉强调 2003年以后虽然重新恢复了国有资产管理局 但私有化结果目已成舟 原来的国企厂长经理们已经堂而皇之变身为私营企业家 阿波罗网林一宗